本集节目由素环珍赞助播出 我们要送大家去看电影 快到童话套中道粉丝专页了解详情吧 半生半生也半生 专如专都是专横 脑中金树众满贯 将阿文武半变天 素环珍英雄起源 即将在1月28号全台上映 由布袋戏界重量级人物 时居书黄强华编导 八音才子黄文泽现声演绎 除了将霹雳传奇英雄素环珍的少年故事 搬上大荧幕以外 还要让从来没有接触过霹雳的年轻朋友 感受布袋戏的魅力 详细资讯与更多电影花絮 请下素环珍脸书粉丝专页 由素环珍亲自为大家效劳 另外要记得将粉专的动态消息 设定为最爱才不会第一时间错过哦 哪个岛最热 套专岛 哈喽 我是小云姐姐 欢迎来到童话套专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专岛更新哦 嗨 大家好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 空气中是不是有种狭气呢 哎呦 小云 你讲话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帅呀 因为我最近看到布袋戏的电影预告 里面的人物超帅 而且拍得好像动画超酷的 哇 布袋戏是用布偶来表演的戏剧类型 传统布袋戏偶除了头 手 脚 是木头 雕刻以外 布袋戏偶身的躯干及四肢 都是用布料所做的服装 演出时将手套进戏偶的服装里操作人偶 做出各种动作 所以又称为长装戏 台湾的布袋戏有各式各样的发展哦 有保留传统的剧团 有尝试各种新剧本 或是儿童戏剧的剧团 也有朝电影电视发展 不断改良戏偶及表演手法 变成台湾独有的表演形式 我之前有去大道城戏院 看过现场演布袋戏 那种戏偶小小的 但是有好多动作 还会跳起来飞起来 很酷 没想到这一次既然拍成电影耶 嗯 这次电影的主角是素环珍 我以前看布袋戏的时候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呢 不如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 素环珍180年前的传说吧 很久很久以前 相传是一百八十年前 当时的中原有四名高手 各自称霸一方 他们分别是 我是海中海离玄门的门主 我们的门派是全武林中人数最多的 我是幽明城的鬼娘子 我们是武林中堪称武功最优秀的 哼 我是担风剑尊宇文天 在这江湖上 我的剑术无人能出其要 我是欧阳世家的欧阳上智 我们以智慧著称战略取胜 这四个人都有称霸武林的可能 可惜他们互不合作 为了明、利、恩怨而各聚山头 造成当时的中原武林纷争不断 外族见中原群龙无首 纷纷进军想瓜分中原土地 尤其又以天蝎帮最为猖狂 你们中原人如此不团结 那我们就不客气地 大肆搜刮你们的资源 俗话说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可怕的天蝎帮 所到之处烟消四起 一般老百姓只能被迫 过着颠沛流离 民不聊生的生活 这时出现一位自称是 清香白莲素还真的书生 他写信给三大门派之主 和丹丰建尊宇文天 相约在接天顶谈判 这件事情传遍了整个武林 大家都在谈论这名书生 这个书生到底是什么人啊 竟然敢约四大高手谈判 胆子真大呀 我听说啊 他面四关玉 诸臣凤眼 长得一副俊俏模样呢 哎哟 好想见见他本人哦 到了谈判当天 接天顶的山下挤满人潮 数万只眼睛都在注意着 接天顶上的动静 因为这是一场空前的盛会 就在云雾之中 海中海离学门主率先来到顶上 嗯 约定的时刻就快到了 为什么接天顶上却空无一人呢 这时候鬼娘子踏着轻功步伐 从山下快速地登到顶上 优雅地着地 呵呵呵 离学门主如此说法 难道是指小妹不是人吗 原来是轻功堪称天下第一的 幽民臣之主 鬼娘子啊 不敢当 天下第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单风剑尊 宇文天 带着豪迈的笑声 也来到顶上 哼 鬼娘子 你的幽灵鬼步 对上我的悬空斩 也不过是小孩把戏而已 哦 那何不现在 就来一较高下呢 哼 既然你这么想 亲自体验看看 那我就让你心脱口服 正当双方一触即发 有只巨大的飞鸟 抓着白色的围杖 突破云霄 欧阳世家的欧阳上智 坐在围杖里头 翩然而降 这接天顶之约还没开始 你们两个就欲磅相争 这样岂不是让人渔翁得利 这个清香白连素环针 到底是何方神圣 哼 无名小卒根本不值一提 诶 丹封建尊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个素环针会挑选接天顶 作为谈判场所 就是为了了解大家的实力 研究对付各派的策略 可见他是一名心思细腻之人 这样说来欧阳先生上山的时候没有展现出你的武功 就是为了隐藏实力 对吧 鬼娘子抬举我了 凭我这点为莫的本事 怎么可能有办法上得了高有数百丈的接天顶 想要前来附会 只有借助飞鸟的力量 哼 就算让素环针 想借此摸清我们的实力又怎么样 以大家上接天顶的表现 很明显是我单方建尊略胜一筹 如果真的如欧阳上志说的 那素环针 要先针对的就是我了 黎玄门主生气地说 欧文天你未免太自大了 本门主现在就向你挑战 女士优先 要挑战也是让我先来 你们两个就干脆一起上吧 好了好了三位都住手 我们互相残杀也许就是素环针最后的目的啊 反正我们先打了再说 叮叮叮 就在大家剑拔奴章之际 天空突然大放异彩 一阵清亮的时候 伴随着远远飞来的白脸 响彻天际 白脸缓缓缓缓缓落地 你就是写信 你就是写信约我们来的清香白脸素环针 正是 你写我们来这里有什么用意 请大家听猎者解释 现在武林动乱 外域门派更是贪图中原武林 而中原组织最大的是海中海离悬门 武功最好的是鬼岛幽明城 战略最佳的是欧阳世家 剑术最精湛的是 担风剑尊宇文天 在场的诸位都有称霸武林的可能 哼 那又如何 素环针 我相信你约我们来这里 并不是要谈论武林的局势 说出你真正的目的吧 欧阳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 素某今天约诸位来这里 是想请诸位退隐红尘 你以为你是谁啊 武林至尊吗 叫我们退隐就退隐 素某这么做 只是想让武林恢复平静 只要让我当上武林至尊 所有人都服从我的命令 那武林自然就会平静了 万一有人不服呢 谁敢不服我就杀谁 以暴力统治不是一个明军会做的事 但素环针 你这家伙根本名不见经传 要是你可以证明你的能力在我们之上 才有资格跟我们谈判 素某认为很多事情 不一定要以武力来解决 好了好了各位 我们不妨就听一下他要我们退隐的理由吧 如果你没办法说服我 我就用担风剑取你信命 请诸位听我说 素环针蛇战群雄 谈判经过了三天三夜 但是每个人已然坚持己见 毫无共事 到了第四天的中午 素环针忍无可忍了 难道只有素之武力 才有办法解决这问题吗 哼 一道强大的气劲发出 顿时天地动荡 狂风四起 玄子神宫直冲接天顶 东边两百里的奇石峰 奇石峰爆炸 瞬间化为粉尘 如此深厚的内力 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 欧阳上志说 玄子神宫汗天动地 巨势无双 欧阳上志愿意俯首称臣 玄梨门主跟贵娘子 赶紧跪下 毕恭毕敬地说 武林至尊万寿无将 顺寿无将顺顺寿受 玉文天你服吗 这 叩见武林至尊 诸位请起 武林至尊这四个字 猎者不敢当 只希望诸位 依照猎者的要求退隐 让武林恢复平静 百姓获得安乐 要是违背承诺 那玄子神宫绝不容情 请 恭送武林至尊 素环珍一个转身 化为白莲飞走了 四大高手也在万人的见证之下 宣布从此退隐江湖 在接天顶谈判之后 素环珍又消灭了十恶人 剿灭天蝎帮 并排射浮魔塔 困住了一百零八个作恶多端的魔头 直到整个武林平静之后 素环珍便消失红尘 无影无踪 结束 哇 武侠世界里的每个人 感觉都好帅哟 西方有奇幻文学 其实台湾也有自己的奇幻世界 素环珍英雄起源 是将霹雳传奇英雄素环珍的故事 搬上大荧幕哦 我一定要去看 电影会在1月28号全台上映 除此之外 我们要送大家去看电影哦 听完今天的节目 快到童话套中道粉丝专页抽奖吧 保民专属福利好棒棒 追踪素环珍脸书粉丝专页 可以在上面看到电影的详细资讯 还有更多的电影花絮哦 好啦 时间差不多啦 礼拜一会说什么好听的故事呢 敬请期待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作本心 一位一辈 后随春节修算 让你继音景